美中新戰場 南太平洋島國上演 美國擋不了所羅門 跟中國簽署安全協議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更已經抵達所羅門 還要跟南太國家簽署共同願景 其實所謂的中國南太平洋的共同願景 它也是一個經濟戰略 它並不是為了要共同繁榮 或者是共同提升貿易 而是在經濟的戰略上面 通過戰略的方式拉進來合作 而且最重要的是 相對應於美國的經濟戰略 做出一些反制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預計台北市時間 今天晚上十點 將發表對中政策演說 定調未來十年美中關係 更多深度精彩內容 請鎖定近新聞調查報告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廖方潔 首先帶您來關心美日印澳四國 聯合峰會剛剛落幕 印太經濟架構剛剛成立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今天就立即出發訪問七個 南太平洋島國跟東帝問 並且要在北記主持 召開中國太平洋島國的外長會議 也就是美中的印太角力戰 越發的白熱化了 而根據外國的媒體報導 中國這次又要提出了 包括經濟發展跟數據 網絡資安等等 在內的大禮包 所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就提出警告了 要這些國家小心中國的陰暗協議 但是南太島國又真的能夠抵抗嗎 而臺灣面對友邦 可能被挖牆角的此刻 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另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預計 在今天晚先 臺北時間十點鐘 發表對中戰略的演說 由於美國總統拜登日前 在東京的時候才剛表示過 說如果中國對臺動武 美國將會軍事介入 因此布林肯對於中國政策的論述 涉及了臺灣跟臺海議題的部分 也勢必會引發外界的關注 中國經濟拼外交 但是對內的經濟是陷入了瓶頸 李克強很罕見的召集了十萬人開會 那麼回到臺灣國內關心的疫情 則是兒童的部分了 因為目前累計了十六例兒童重症個案 七例死亡 檢衛福部長林鄒嚴 特別組織專家團隊一起找病因 先來看到的是南太平洋 正在逐漸成為中國和美國競爭的戰場 美國在上個世紀 是這個地區的主要勢力 但北京現在要尋求發展出一個 更大的軍事 政治跟經濟的據點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王毅這次的出訪 代表中國向十個太平洋島國 所發布的公報草案跟五年行動計畫顯示 北京有意加強跟太平洋島國 在傳統跟非傳統安全領域的交流 他們要透過雙邊跟多邊的方式 為這些島國舉辦中高級的警務培訓 同時承諾在數據網絡 網絡安全智能海關系統 還有經濟發展以及國家安全方面 都要進行合作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中國跟太平洋島國的自由貿易區 去支持應對氣候變遷跟健康等等的問題 所以澳洲新總理艾班尼斯今天就特別警告了 說中國正在試圖增加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 而事實上澳洲從二戰以來 就一直是這個地區所選擇的安全夥伴 至於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葉提出警告了 他說我們很擔心 在這些報導中的協議 可能是會在一個倉促而不透明的過程中來談判的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專機二十六號 清晨在所羅門群島首都的機場落地 展開為期十天的南太平洋八國之旅 只是這趟行程 背後異議可不單純 對媒體揮揮手 準備和當地政要會面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王毅此行將會和鎖國 簽訂多個雙邊協議 另外也會在斐济召開和南太島國的外長會議 據傳中國已經發給十個國家 一份中國和太平洋國家共同發展願景草案 外傳草案中 中國提出一份五年計劃 預計提供南太島國高階景觀訓練和數據 資安合作 一改一望的雙邊協議 中國這次曝光的是對南太區域的整體戰略 拜登前腳踩來印太推動經濟架構 是對著美國最新的印太戰略而來的 其實所謂的中國南太平洋的共同願景 它也是一個經濟戰略 它並不是為了要共同繁榮 或者是共同提升貿易 而是在經濟的戰略上面 透過戰略的方式拉進來合作 而且最重要的是相對應於美國的經濟戰略 拜登前腳踩來印太推動經濟架構 中國也直奔南太平洋挖牆角 跟南太島國全是結盟 不過中國的大動作 已經讓澳洲高度警戒 才剛結束東京四方會談的澳洲 新任外長黃英賢 反過不到二十四小時 馬上啟程飛網飛機 整個南太平洋國家 本來都在澳洲作為老大哥的狀態之下 澳洲是有監護到南太平洋的發展 可是過去這四年 澳洲的前總理 現在的前總理 Scott Morrison 自由黨在任內的時候 走得非常親近 美國跟西方盟國的路線 導致澳洲稍微的忽略了 南太平洋國家的共同發展 所以過去這四年 南太平洋的國家 對於澳洲是非常非常的不滿 其實傳出來非常多的抗議事件 在現在的狀態之下 中國會覺得趁現在 尤其是南太平洋 對澳洲不滿的時候 趕快見縫插針 中國四月和所羅門群島簽署的安全協議 內容雖然還沒曝光 但澳洲憂心 鎖國只是中國勢力進駐的第一步 不過中國對南太的圖謀 從二零一九年就開始 九月索羅門群島無預警宣布與臺灣斷交 投向中國懷抱 接著吉里巴斯也宣布跟我國斷交 北京對南太的野心 美國也有警覺 事發前半年 美國駐巴布亞 紐吉內亞使館的臉書 PO出當時的美國白宮資深主任 博明和我國政務次長徐思謇 在鎖國會晤的照片 顯示美方也從中斡旋 可惜我方的務實外交 還是不敵中國的撒幣模式 因為其實畢竟對於基層的民眾來說 他們的觀感跟外交決定 其實有時是有一定的落差 可是即使我們能夠幫助他基層的一些民眾 但是在高在這個主政者上面 他們會想要去得到的 跟他們實際上能夠去運作的 一些行為跟行動 是不是我們真的能夠提供 或者是說我們在提供上面 去年趁著帛琉總統訪臺之際 美國駐帛琉大使尼約和以同行來臺 這樣的外交合作 意味著要中國別輕舉妄動 目前臺灣在南太平洋 還有四個友邦 包括帛琉 馬少爾群島 諾魯和土瓦魯 他們一間合作捍衛在南太平洋的民主價值 如今王毅進一步要結盟南泰國家 點燃大國在區域的角力戰 從歷史上來說 所羅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是太平洋戰爭裡面重要的據點 因為當時日本所羅門的首都 是這個刮島機場 是日軍重要的補給戰 而在美國的保衛之下 這就成功的阻止了日軍的部署 也改變了二戰的進程 四個八十年 所羅門的地理位置 又再次的被凸顯 所以我們要連線到國防院 國防戰略所請教蘇紫雲所長 您怎麼看所羅門戰略地位的重要性 而因為王毅這一次拜訪 那所羅門之前又已經跟中國簽署了安全協議 這次又被排在第一站 所以您怎麼看中國這個安排 有沒有其他的目的呢 王毅他出訪南泰的這些島嶼國家 其實是應對布林肯 他在二月份的時候 也走了一趟南泰 就是要鞏固這些國家 就是不要傾向中國的部分 這是第一個外交戰 第二個是地緣大戰 就是其實除了這一次的所羅門群島之外 那中國還跟吉里巴斯也建立了邦交 也就是把中華民國這兩個前邦交國給 要求他們斷交跟北京建交 所以我們看這地緣戰略 其實就像一盤棋 西邊這裡是所羅門 東南邊這裡是吉里巴斯 那中國要有這兩個根據地 一個是因為 他們位處南半球 第一個是他的太空戰略 可以擁有這個衛星的接收站 地面站 那第二個就是長期的這個 海空投射能力的部署 也就是中國的航艦未來可以取得這個 就是在第二島鏈之外的補給港 那未來他的轟炸機 就是號稱隱形轟炸機的轟二十 也可以部署到這些島嶼 那就會對美國跟澳洲產生重大的威脅 這是從外交跟地緣的爭執來看待 這是王毅他出訪 這個所羅門的一個行程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去拆解 有兩個島國對南太的進逐特別重要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在談的所羅門 因為他距離澳洲只有五百五十公里 另一個就是蘇老師剛剛也有提到的吉里巴斯 這裡是最靠近美國本土 而王毅出訪的第二站就是這裡 所以他也被視為是下一個可能要跟中國 來簽署安全協定的國家 所以我們要繼續請教蘇老師 中國一旦在這幾個島國有軍事基地 那麼就被認為是 建制美國跟澳洲 甚至對台灣也會有影響 所以您如何觀察這些地緣政治 那美國真正憂心的又是什麼呢 未來中國的海軍如果在這裡長期部署 他就有能力會威脅到美國跟澳洲之間的 這個海上交通線 那這樣子當然對於澳洲來講 影響是比較大的 那對美國影響的話會主要是吉里巴斯 因為吉里巴斯比較靠近美國這個西岸 如果說中國的轟炸機 未來部署在吉里巴斯 有點像說現在美國轟炸機 部署在關島一樣 那可能就是 會對美國本土造成一個 三 就是三個核打擊的一個能力 一個是中國自己的 陸基的洲際飛彈 第二個是潛射的彈道飛彈 那第三個是轟炸機的 所以這三位一體的威脅是核子 就是對美國 形成的核威脅 也就是會讓美國的飛彈防禦 還有本土的核安全造成一些影響 索羅門群島就是對於 美國在關島的部署也會有些影響 因為 等於是說關島是支援 臺灣跟日本的琉球基地 一個後方的 美軍的海空基地 那如果在索羅門群島這裡 變成中共的一個軍事基地的話 這等於是說在關島後面開了個後門 兩者之間的距離 大概在1950公里左右 就是在中共的這個大型戰機 比如說殲-15殲-16 可以有效的作戰半徑之內 這樣子對美國 就是如果他支援日本或臺灣的時候 就會變成一個就是新的威脅 謝謝朱老師今天的分析 另外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美國總統拜登在開完了 四方安全對話的東京峰會之後 北韓25號就對日本海發射了三枚火箭 又引發了新的緊張局勢 而美日今天稍早聯合發表的聲明 表示雙方已經共同派遣戰機 在日本海上飛行 也展現了共同抵禦的決心 畫面上您看到 就是日本防衛省公佈的照片 那麼當中 日本的F-15英式戰鬥機 跟美國的F-16戰準戰鬥機 共組飛行編隊 在日本海上空飛行 而美軍事後表示 這就是為了要展示 他們威懾和應對區域威脅的綜合能力 雖然沒有名指北韓 但是美軍內部傳出消息了 說這一場飛行行動 的的確確就是針對北韓 發射飛彈後的反應 而在中美圍堵南太之際 我們接著要關心的是國務卿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預計臺北時間 今天晚上十點鐘 就要發表對中政策的演說 定調未來十年美中的關係 那在那之前 我們先來爬梳一下 美國對中政策的演變 我們先來看到歐巴馬時期 他提出的是亞太在平衡 那也要加入TPP 因為他主要就是面對 當時中國崛起 然後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在往上 所以他認為要把這個矛頭 從美國中東再轉向亞洲 那麼他就有一套圍堵中共的戰略了 在軍事層面是亞太在平衡 在經濟層面就是TPP 不過到了川普 就變成了所謂的印太戰略 其實這也是延伸歐巴馬的概念 但是他對中國 我們知道採取的是更強勢的競爭 還有一些遏制的作為 至於拜登 就其實比較傾向歐巴馬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他提出的是印太經濟架構 還有這個安全聯盟的部分 不過拜登跟川普的做法 比較不同的地方在於 一個是單打獨鬥 一個是要群體作戰 川普就是單邊主義 美國優先 他就是退出了TPP 但是拜登他的做法 是努力修補盟邦的關係 然後尋求共同一起來制衡中共 而他這樣子連有制中的戰略 也獲得了歐洲這些主要盟邦 比較正面的回應 而從拜登上任以來的幾次 跟中國交手 第一次是在二零二一年的三月 那個時候阿拉斯加會談 就是今天等一下要發表演說的 布林肯跟外交部長王毅 那當時是激烈交鋒 不歡而散 第二次是去年的十月 白宮安全顧問蘇利文 跟中共的中央外事工作會 辦公室楊潔篪 當時在這場瑞士的會晤 兩個人敲定了拜席會 第三次是去年十億位 當時大家都在關注的拜席 視訊的會面 你還記得習近平說 我們都是老朋友 但其實這個互動看起來沒那麼熟 而針對台海問題的部分 兩方的意見仍然是分歧的 最後一次是在俄烏戰爭之後了 在今年三月份 一樣是蘇利文跟楊潔篪 激烈對話七個小時 當然也觸及到了中俄結盟 還有北京在台海挑釁的問題 不過拜登政府從布林肯擔任國務卿以來 他曾經說中國就是最大的競爭者 也是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 所以馬上要來連線 淡江國際事務跟戰略研究所的副教授李大中 請教副教授您對今晚等一下布林肯就要發表的對中演說 觀察的重點是什麼 定位美中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說在川普執政時期其實是很清楚 華富把中國大陸是定位為一個戰略競爭對手 還有修正主義強權 修正主義強權就是說 判定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是一個不接受既有國際秩序 不滿意現狀 嘗試去改變現狀的國家 那這字眼是比較嚴重 比較強硬的 那到了拜登上台之後 其實他大概就是用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去形容北京 那這一點是非常清楚 但在實際的作為上 他已經不再提所謂的修正主義強權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從去年就任之後 其實拜登政府對美中關係的一個定位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因為一開始 包括像是布林肯 包括像是拜登或是國安顧問 這些美方的高層官員 都會說美中關係是 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合作的時候合作 該對抗的時候對抗 這是所謂的三分法 這也造成了在去年3月的時候 美中在阿拉斯加的高層會議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雙方在會議裡面是肩膀弄傷 因為北京方面對於這個美國的想法 美國的立場的陳述是不以為難的 好就像老師剛剛說的 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該合作的時候合作 所以就有學者說 美中兩大現在的關係是鬥而不破 不過在競爭中呢 今年3月剛提到的拜習會 當時的視訊會議 您預期未來至少在拜登政府執政的這段時間 美中接下來還可能會有怎麼樣的互動局面呢 這包括在去年的11月 這個習近平跟拜登的視訊峰會的時候 雙方帶有唯一的共識帶就在這邊 就是非常嚴厲的競爭 但是美方也希望說不要讓競爭失控 所以他們也提出了一個所謂的美中關係 防護欄的這樣的概念 那這樣的一個說法延續到今天 所以到了布林肯今天一個重要的演說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可觀察的點 就是他如何去形容美中關係 怎麼樣去定位美中關係 因為這是一切的根本 那還有可以預料到的是 除了像是區域的議題 東海 南海 包括像是台灣議題之外 看起來他也還是會再提一些 過去這幾年來 美中關係一個真實的重點 就是他可能還是會談到 像是這個中國大陸內部的 這些人權民主的議題 包括像是香港 包括像是新疆 這些也有可能還是會被再度的提起 那提到台灣大概就是美國 到現在為止 拜登上任之後的十幾個月 都會提美國很重視 所謂的台海的和平穩定 所以這些應該都是我們可以觀察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議題的領域 謝謝李大中老師的分析 而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中國 面對經濟成長下滑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大陣仗地召開了十萬人的大會 而且連解放軍上將也出席了 這背後有什麼含義嗎 稍後兩岸群攻略為您解析 中國總理李克強周三緊急召開了一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 參加的人員包括了省 市 縣級 全體大概有十萬個幹部 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 中國解放軍上架 國防部長魏鳳和 都以國務委員的身份來參與了 我們從這個會議的規模 跟軍頭的道場都看得出來 這場會議有多不尋常 而李克強感覺就是 俨然扮演經濟的救火隊 特別是接近中共二十大了 到底有沒有可能席將李生呢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做重要講話 國務委員魏鳳和 王勇 蕭傑 趙克志出席 中國總理李克強來了 緊急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 罕見的大陣仗 規模超過十萬人 號稱橫向道邊 縱向到底 意思就是貫徹到所有基層幹部 首要任務 當然是要穩住經濟 尤其是四月份以來 一些經濟指標明顯走低 困難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 比二零二零年疫情嚴重衝擊時還大 因為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 李克強在會中要求 穩經濟一籃子政策 得在五月底前都要發布實施細則 不過連中國解放軍上架 國防部長魏鳳和 都以國務委員身份參加 軍頭的語會 還有會議的規模 多少透露這場會議不同尋常 應該講因為這次的動態清零政策 導致中國的經濟下行的狀況 恐怕比外界想像的還要嚴峻 否則李克強不用在這個時間點 這麼大張旗鼓的來召開這樣子的一個會議 最後也可以從這裡突顯出 從五月初就一直傳出說 李克強的地位在這個中國當中不斷的上升 那一方面當然是對於習近平 動態重新的不滿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因為清零政策導致中國經濟衰退 兩個多月前被稱為中國經濟國師的林毅夫 一度還樂觀以對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定的目標 比我的預期低 是百分之五點五 但是我覺得 定百分之五點五 實際上是實事求是的 因為我在講百分之八的權力 百分之六的增長 林毅夫一度預估中國經濟成長 在沒有烏克蘭戰爭前 今年有到百分之八的潛力 但現在不只到八不可能 連保五都有困難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 近期發布林毅夫一場演講的內容 指出疫情防控的舉措 必然影響到生產投資消費 各個方面使經濟全面放緩 中國要實現今年百分之五點五的增長 目標將更加困難 林毅夫不再樂觀 經濟一去不回頭 經濟成長 下修再下修 也更突顯李克強搶救經濟的救火隊角色 現在這個經濟的困難的狀況 還是需要有人出來頂 那可是習近平其實並不是一個 最適合來扛這個經濟議題的角色 那所以先讓這一個負責 主責經濟的國務總理李克強 來適時發揮一下他的功能 同時來做一些政策上的規劃 李克強重新主導中國經濟 日前就透露跡象 已經在媒體重要版面消音許久的他 這個月到雲南視察 沒戴口罩畫面在社群媒體瘋傳 從習近平掌權後 不論是對台工作或是經濟大權 都一把抓 連2020年中國疫情剛起 嚴格控管 造成基層民生經濟蕭條 李克強一度舉起地攤經濟大旗 主張以庶民的擺地攤 解決就業需求 也很快就在媒體上消音 這回二十大前 李克強重掌經濟大權 有可能習降立身嗎 這是在疫情的嚴峻之下 然後在經濟受到很大的衝擊之下 這個習近平主席選擇 先暫時用分權的方式 交由李克強來做一些經濟上的處理 今年二十大習近平順利連任 沒有懸念 還將在中共二十大正式獲得官式的領袖尊稱 也是繼毛澤東的第二人 但相較國內疫情封控造成的經濟衝擊 凍刺到不行 進行文學院 媒志全壇報導 不過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感覺要可以去拚經濟了 因為疫情終於開始比較降溫了 中國在昨天全國新增的本土四百六十例 創下了最近兩個月以來的新低 所以當局也開始鬆綁了民眾足不出戶的政策 每天每戶有一個人可以拿著通行證 到外面去走走 而在北京呢 仍然是有一些零星的確診個案 但是民眾已經開始涌到郊區去烤肉露營了 想要在緊繃的疫情下尋找一些放鬆 結果意外的讓戶外運動用品店的生意暴增 混在家裡兩個多月 如今上海民眾終於可以外出走走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民眾可以在公園散散步 帶著毛孩休息 上海疫情降溫連續多天 感染人數少於一百人後 當局開始鬆綁嚴格限制政策 兩千五百萬人口當中 民眾只要拿著當局派發的通行證 每戶一人一天就可以出門一次出去採購食物 或者待在戶外好幾個小時 上海正努力為六月一號 解除全市封鎖的目標前進 而中國疫情也持續下降 二十五號全國新增本土只有四百六十例 創下最近兩個月以來新低 但另一頭的北京持續有零星確診 五月二十五日零時至十五時 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三十一例 北京市衛健委強調傳播鏈得到控制 但依然限制要在家工作 室內有管制室外還有喘息空間 民眾就轉移到郊外在公園烤烤肉 最近疫情都比較煩悶 我覺得出來露營 大家的心情都會放鬆一點 民眾逃離城市跑到郊區戶外用品需求暴增 也讓這家商家意外發大財 北京市疫情持續燃燒在當局提前嚴管下 沒有佈上海全面封城的後塵 但要讓城市完全正常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說到距離正常還要好長一段時間 是烏鱷戰爭沒有看到一個結果的盡頭 那現在俄羅斯又持續的封鎖 烏克蘭的黑海跟亞素海沿岸的港口 有將近七十艘國際商運船 被滯留在烏克蘭的水域 結果是造成了兩千兩百多萬噸的穀物出口受阻了 烏克蘭當局就警告 你穀物一旦沒有辦法出口 那新的穀物收成就沒有地方放 農民恐怕會因為這樣子拒絕 繼續種下去 這也會進一步的惡化 全球的通膨壓力跟糧食危機 所以聯合國也就想起了 全球糧食安全的警報 同時他也表示 如果俄羅斯不開港 就形同對三點二億人的糧食安全宣戰 一艘艘船舶滑滋留海洋上 俄軍船艦持續封鎖烏克蘭港口 從電腦上觀測烏克蘭沿岸的海上交通 幾乎完全停擺 貨物的出口更是遙遙無奇 目前有至少七十艘船隻 滯留烏克蘭的水域 其中幾乎全數都是國際商運船 平時是全球糧食運輸的命脈 如今卻是動彈不得 出口受阻 股物堆積糧倉 烏克蘭的收穫期破在眉睫 卻已經沒有地方組成新的一批股物收成 烏克蘭明年的預期收穫產量 因為戰事已經下坎到七成 當局警告如果出口問題沒有解決 農民甚至會選擇不續眾 農業的生產周期被打斷 恐怕將造成全球糧食危機 烏克蘭的外交部長在瑞士達佛斯 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上 抨擊俄軍鎖港不僅造成烏克蘭的巨額 經貿損失還惡化全球的通膨壓力 並連同將糧食安全拖下水 而歐盟執委會主席二十四號 向普丁喊話 開啟封鎖 讓古糧輸出 二十五號莫斯科回應提出西方解除部分 制裁的連帶條件 烏克蘭外交部長 毫不客氣開炮 即便烏克蘭當局正在研究開啟 海上安全通道的可行性 讓商貿活動恢復運作 但國際對俄羅斯的信任 跌到谷底 船隻要重返 烏克蘭恐怕心有餘悸 近新聞增益中 你另一位報導 休息一下 稍後我們要持續來 關心臺灣的疫情 兒童重症已經造成七名 孩子引發腦炎症狀了 那麼網路瘋傳打一款腦膜炎疫苗 可以預防腦炎 這是對的嗎 休息一下 稍後帶您關心 來關心本土疫情 今天臺灣新增八萬一千八百五十二例 本土更暗 持續在高遠期 但是單日死亡的病例數 卻連續兩天創新高 來到一百零四例 儘管超過半數不治的確診者 年齡都是在八十歲以上 但是還是有兩名兒童死亡 一名四歲女童是在染疫之後 引發腦炎不治 那另外一名是一歲女童 因為敗血性休克而無法挽回 那麼這也讓原本希望死亡率能夠壓在千分之一以下的指揮官城市中 坦言的確是個警訊 二十六號新增八萬一千八百五十二例 指揮官陳時中認為疫情平穩 過去一週來本土確診數變化不大 二十三號最低 六萬六千兩百四十七例 二十五號最高來到八萬九千三百五十二例 但這高原期還要持續多久 但儘管疫情平穩死亡人數卻創新高 二十六號新增一百零四例死亡個案中 九十七人有慢性病史 七十四人沒有打滿三劑疫苗 但儘管超過半數年齡都在八十歲以上 卻還是有兩名兒童死亡 一名四歲女童染疫後引發腦炎 搶救十一天不治 另一名一歲女童因為敗血症住院 跟呼吸腫破住進加護病房搶救 但最後還是死於敗血性休克 死亡創新高 中重症人數也不斷增加 單日分別新增兩百四十二例中症與九十一例重症 重症個案中有一名七歲男童本身就患有癌症 長期依賴呼吸器 這次同時感染新冠肺炎跟細菌性肺炎 導致呼吸腫破還在搶救中 不過好消息 先前另一名重症病發腦炎男童 恢復情況兩號 疫情維持高原期 但死亡個案卻沒有減少跡象 單日死亡率即將超過千分之一 就看接下來二十六號起快篩陽 經過認定是同確診起用 是否可以順利達到快速投藥 降低患者轉中重症目標 由於兒童重症到目前為止 已經造成了七名孩子引發腦炎症狀 還奪走了五個孩子的性命 這引發了家長們的恐慌 開始在網路跟社群媒體瘋傳 說施打B型腦膜炎求菌疫苗 可以預防兒童確診感染腦炎 那現在小兒醫師紛紛跳出來澄清了 強調說這個疫苗打了 是不會預防兒童腦炎的 而且它的價格很昂貴 認為家長們可以再斟酌一下 不過臺灣兒童腦炎的個案 跟他國來比的確是比較多一點 所以指揮中心 現在也召集了專家小組 希望能夠趕緊找出兒童腦炎的原因 年輕媽媽在臉書社團詢問 五個月大的兒子該不該施打 B型腦膜炎求菌疫苗 馬上有其他家長回應已經施打 甚至還說近期有多例兒童確診 感染腦膜炎 父母如果負擔得起 就給孩子相對的保護 還有媽媽曬出 小朋友已經接種的照片 診所詢問度因此迅速飆升 隨著兒童確診不斷增加 累積十六例兒童重症當中腦炎就佔了七例 且造成五名孩子死亡 讓家長們人心惶惶 就怕孩子染疫引發重症 網路開始謠傳 虛打B型腦膜炎求菌疫苗 就可以避免小朋友免疫情 新冠腦炎重症 但醫師強調即使打了 也無法預防腦炎症狀 新冠肺炎引起的腦炎是因為新冠肺炎病毒所引起的腦炎 他侵犯到腦部去的 B型腦膜炎求菌的那個疫苗 是由B型腦膜炎求菌侵犯到腦所引起的腦炎 這兩個東西 病原體完全完全不同 所以你打這個疫苗 並不能預防新冠肺炎引起的腦炎 要預防腦炎得對症下藥 B型腦膜炎求菌疫苗所預防的是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跟新冠病毒引起的腦炎不一樣 強打只會讓家長們荷包大失血 但兒童新冠腦炎問題不能忽視 指揮中心已經請前衛福部長林奏炎 和兒科醫學相關權威醫師 組成專家諮詢小組 擬定治療臨床指引 還要想辦法找出引起兒童腦炎的原因 醫師分析引起兒童腦炎有各種可能原因 也可能是病毒侵犯腦幹產生免疫風暴 但新加坡沒有出現兒童腦炎個案 臺灣有七例 香港則有兩例 歐美相當少見 是否與人種差異有關 還在研究當中 為了把危機降到最低 家長如果發現孩子 有一些嚴重症狀產生 得競速救醫 孩子如果是高燒 尤其是四十一度以上的體溫 或者是他一直持續性的 連我給的退燒藥燒退下來 還是看起來小孩子的活力很差 那精神很差 那這個我們也會比較擔心 或者是他有持續的嘔吐 或者是他出現我們所謂的癲癇 抽搐的現象 那這個都是我們認為比較擔心的現象 感染醫學專家認為兒童腦炎病神 發展太快速 無法進行詳細檢查 難以瞭解重症基準 建議政府應該出面和家屬協商 進行避零檢查 未來才能對同樣症狀的孩子 提供更適切的治療 且為了避免重症 應該讓小朋友接種新冠兒童疫苗 不過目前只有五十六歲以上能施打 專家建議 若六個月至五歲 兒童的疫苗能通過EUA 臺灣應該趕快採購施打 才能避免幼童面臨病毒 帶來的嚴重危機 繼續羅湘開海人採訪報導 除了幼童之外 學生們這個族群 全台學生的確診人數累計 也已經有十六萬人了 其中國小生就有五萬五千人確診 而面對疫情高原期 可能會再持續一段時間 包括台北市在內 截至今天五點半為止 已經有二十二個縣市宣布 遠距教學再延長一週 而對於是不是會直接提早放暑假 教育部長潘文中說 考量到新生跟應屆畢業生權益的問題 所以目前並沒有這樣的計畫 但是呢 一定會被阻快拆試劑 發放給各個學校來使用 協助做好防疫 身為急診專業醫師的柯市長 看疫情發展 二十六號台北市新增 九千零二十六例 比前一天略降 柯文哲直言台北市 已經度過洪峰 下一個應該是中南部疫情會上來 而壓制曲線的關鍵就是五月二十三號 開始實施為期一週的線上教學 面對高峰期時間將會拖長 柯文哲拍板線上教學模式 再延長一個禮拜 國小學童正開打BNT疫苗 有三天疫苗價 台北市國高中以下線上遠距教學 因此順勢延長到六月二號 新北市則採取線上實體並行 開放學校應校質疑 另外七龍新竹 桃園 台中高雄市以及宜蘭縣 新竹縣 南投彰化雲林苗栗縣也都宣布 遠距教學措施延長一週 眼看暑假就要到了 再延下去是不是乾脆提早放暑假 沒有停課計畫 但避免到校發生群聚感染 加強快篩成為重要防疫工具 教育部也決定二十七號再加發六十萬劑快篩 給各校 也讓國高中比照國小幼兒園 有一個確診學生採取全班停課三天 儘量在學生受教權以及防疫當中取得平衡 金新聞來室 魏林彥採訪報導 而今天有個新政策上路了 就是所有人不分年齡跟族群 只要快篩陽性而經過醫生確認 就可以視同確診了 包括布立臺北醫院 以及蘇山機場等社區的篩檢站 都將PCR縮為一線了 那麼其餘的人力是保留給快篩陽性患者看診 以及開藥 並且每天會準備好上百份的 輝瑞抗病毒口服藥 讓高風險的患者在確診之後 能夠馬上的領藥治療 不過臺北的三個車來速 因為看診沒有辦法在車上進行 所以把調整動線給為步行進入 那麼調整一到兩天 才能夠跟上快篩陽就確診的這個新制度 而立法院外交跟國防委員會的巡答爆發口角了 這是國民黨立委李貴敏 強烈質疑國軍官兵去支援1922的專線 還有支援快篩試劑包裝等等 根本是被當成廉價勞工 也認為這是變相的土力廠商 讓國防部長邱國正相當不服氣 跟他說一句 別把所有人當被告 不過這句話成了導火線 雙方互相拍桌 指責對方是無聊 莫名其妙 場面相當火爆 防疫 視同救災 國軍弟兄出手相助 快篩計包裝 指藍營立委質疑愛心 成就了無本生意 我們派人出去就把他當作一個訓練 一個戰備整備 一個勤務資源 我現在問你問題嘛 你搞不清楚你就聽嘛 聽了之後你答不出來你就說話 部長你很奇怪 你是每一個委員上來 你都要跟別人吵架 是不是 沒有 你是有這個毛病是不是 大戰民進黨立委 往事被重提 國防部長邱國正 面對李桂敏連竹炮質詢 李治又來到了斷線邊緣 委員說法律人 但我建議委員不要把每個人 當作好像堂上的被告原告 你錯了 如果你不心虛 委員你不講 你自己講你對我部署 我講我沒有把你當我 你無聊你 什麼叫無聊 為什麼叫無聊 你就是無聊 那我就委員才無聊的 怎麼會我問你 拍桌又沉了炸彈開關 雙方顧不得防疫社交距離 從台上吵到台下 委員會主席也無法調停 一干將官想從旁安撫 卻力不從心 邱國正跟李桂敏會期之內第二度交貨 這回導火線是國軍防疫支援 因為快篩國家隊跟一九二二 專線接聽不分後備或前線 每天動輒上百人配合政令調度 有沒有被當廉價勞工 軍方解釋立委不領情 最後遭殃的又是桌子 近新聞 綜合報導 疫情重創了餐飲 觀光客運等等的產業 所以行政院今天宣布再一波的振興方案 包含了租金 權利金減收 延長貸款等等 將會投入三百四十五點六億的補助金 餐飲業會挹注三十六點二五億 還有國道公路客運五億以及觀光產業的五十五億 除了要補助特色團遊之外 民眾自由行也是有住房補助的 平日每晚最高上限一千三 疫情升溫 旅遊人次下降 知名景區空蕩蕩 各行業叫苦連天 行政院針對三大面向提出補助 減少租稅 穩定金流 將減收一百零一點五億租金 三十一點二億稅金 住產業護勞工 則預計發出三百四十五點六億振興經費 其中交通部也收到六十億補貼 觀光及客運業 其中五億給國道公路客運 沿你七月開始廉價車票優惠常態化 預計四十六家業者適用 補貼觀光業的五十五億 也能有一點二萬家旅行社 超過七萬車次受惠 才二階段是補助 若旅行社開的特色團遊 領聘無故主導遊領隊 或當地的原住民解說員 就能加碼最高補助三萬 至於民眾自由行 平日住宿一晚補助八百元 如果入住自行車環保或星級旅館 再加碼每晚最多折扣一千三 觀光旅遊業成人票也打三折 觀光產業的振興大概分三塊 五十五億 疫情共存的情況下 於旺季之後能夠來加碼 另外經濟部也有三十六點二五億 預計五點二家餐飲業者 只要提出優惠促銷方案 就能收到補助 行政院正式拍板後 詳細規劃最快六月出爐 只判疫情緩和挽救產業頹市 近期五 吳慧珊 林玉智有什麼報導 美語封面帶來連日大雨 今天下午花蓮 基隆 都傳出了小規模的災情 那麼氣象局說 今天晚上就要進入第二波的降雨期了 而且雨勢還可能會達到豪雨等級 那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呢 稍後帶您關心 連續下了好多天雨了 而且不到兩天的時間 桃園 新北幾個側站 累積雨量都是超過250毫米 而且這麼多天的降雨也導致了花蓮秀林 花五線5.5公里處 在今天下午兩點多發生了土石崩落的情形 也造成了三浅橋附近 路旁的山壁有大片的土石崩落 造成道路中斷 附近路段的樹木也因為土石崩落 而倒在樹中央 路中央 那麼中橫公路的天祥路段 也有零星的災情 在邊坡上有落石掉落佔據了車道 不過還好車輛是慢速通過的 所以沒有造成意外發生 而跡象局表示就從今天晚上開始 將會進入第二波的降雨 這個雨勢可能會達到豪雨等級 雨會一直下 下到星期五的上半天 然後大約等到周六的時候 水氣才會減少 西東港下午兩點開始 下起康陀大雨 雨是驚人不僅港區呈現 灰蒙蒙一片看不清楚 近海口水質也出現土黃色 受到梅雨封面影響 氣象局資料統計 從二十五號凌晨到二十六號下午四點十分 兩天不到的時間 累積雨量最多的地方都在北部地區 桃園西濱 觀音 工業區都超過兩百七十毫米 新北 巴黎 淡水關海陸附近 也都超過兩百五十毫米 今天中午過後 蠻明顯的對流 以及這個水氣都從海峽這邊移入 所以剛剛其實在比較偏苗栗以北的區域 甚至我們發布這個大雷雨的訊息 去提醒大家 雨將一路從週四晚間下到週五上半天 主要雨區集中在西半部地區 週六一直到下週一 隨著週五封面北臺 雨量減少 天氣一天比一天好 氣溫也會回升 雲封面西半部還是有午後雷震雨發生 隨著封面又有一些逐漸接近的趨勢 所以接下來禮拜二之後呢 可能天氣上面來說又會有一些變化 下週二封面又會難移 天氣又會變得不穩定 但降雨強度還是要持續觀察 下雨的時候車禍都會變多 那麼新北市有兩起車禍 居然都是撞上了安全島 原來是有一些安全島呢 年久失修之後反光板的亮度不足 又碰上下大雨事先不佳 所以比較容易發生車禍意外 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消防隊員先破壞車門 再趕緊想辦法要把人走出來 因為眼前這名女駕駛卡在座位上動彈不得 銀色自小客車卡在機車砸到 汽車錢包桿被撞得扭曲變形 原來連日大雨導致天雨陸滑 二十四號晚間幾乎同一時間 新北市五谷吉爐州 接連發生汽車自撞安全島的車禍意外 根據新北交大統計 一百一十年一整年 新北市發生三起 而今年五月以前 就已經有十七件自撞安全島事故 換句話說 發生率比起去年暴增十倍以上 在安全島上鋪設直災的話 是為了能夠綠化環境 但如果沒有好好照顧的話 它可能會長大遮住反光板 反而會在夜間成為一個隱形地雷 其實安全島有四大元素 包括黑黃相間邪文的障礙物體現 以及微線標記 反光導標搭配遵型標誌 原本設計利益良好 希望提醒駕駛人障礙物就在前方 但如果沒有細心維護安全島 反而會成為道路殺手 今次的專輪 顏凱旭 才一條報導 剛剛報導中有提到 光是新北市今年前五個月 就已經有十七件自撞的車禍 尤其下了大雨 這樣的自撞車禍更是不斷地發生 所以就有不少駕駛認為 特斯拉電動車獨有的自動駕駛系統 應該可以提前偵測到危機吧 但是專家說這可不一定 救護車免遞到場只看到現場留下滿地車 殼零件 白色特斯拉嚴重變形 車款意外就發生在今年三月 造成一人傷腫不治 造成原因就是駕駛使用自動駕駛功能 卻一頭撞上正在施工的工程車 特斯拉感測器就在保險桿前方 必須依照大數據分析搜集 才能感測出這是什麼障礙物 但是微間帳目是從天而降 這樣沒有辦法及時偵測出來 這有可能造成車禍發生 只要開車上路 系統就可以自動偵測 無論是三角錐 行人還是機車 都可以瞬間顯示在螢幕上 另外還能自動跟車 但是自動駕駛功能 其實暗藏行車風險 那他就沒有腿啦 然後他就變柱狀 冥雨距全臺下騎大雨 影響駕駛行車路線 雖然自動駕駛功能 可以避免車禍發生 但還是得小心 雨水折射可能造成偵測不准確 透過一滴水珠 那個車頂可能變圓的 對不對 那有車頂圓圓的車嗎 沒有啊 全世界都沒有 那系統會不會誤判 會 當然會啊 科技不斷進步 讓駕駛能更安心開車 但類似功能終究只是輔助 開車時還是得隨時注意車前狀況 才能避免意外發生 今天是楊心王晨毅採訪報導 國民黨桃園市長參選人張善政 幾次要拜會議長邱逸勝 都吃了閉門羹 今天終於見到面了 休息一下 馬上帶您關心 大選回站單元帶您來看到國民黨桃園市長參選人張善政展開求和之旅 日前多次拜會議長邱逸勝都吃了閉門羹 但是今天雙方終於破冰了 在議會碰到面 邱逸勝的態度不但軟化 送禮物給張善政甚至還說好話 說張善政是國民黨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一定會全力複選 院長好 來這邊請 等了好久張善政終於和桃園市議長邱逸勝碰面了 這個福氣把福氣帶回去 謝謝 謝謝 我們把議會的福氣送給院長 邱逸勝送上茶壺 還有在地民產茶葉 和張善政破冰也承諾全力支持 議會是開大門走大陸 那我也非常歡迎張院長的到訪 那這幾天我想他可能有一點急 那我們也要想辦法把這個時間把他擠出來 雙方雖然短暫會面二十分鐘 但似乎在藍軍整合上跨出一步 因為張善政之前想見邱逸勝 兩度吃了閉門羹 甚至送上卡片 禮物也被擋下來 如今邱逸勝態度軟化 院長沒什麼樣也沒什麼冰破不破的問題 我會支持他 主席應該要親自來一趟 我們溝通沒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主席他也忙全臺灣的事情 我們也讓主席去忙其他縣市的事 前面只是一些溝通沒有做好 但是我其實我跟議長一直都有互相聯絡 那像今天就非常 時間剛好方便就非常順著過來了 沒有特別的困難 見面三分勤 邱逸勝釋出善意 國民黨徵召大戲一周 張善政啟動求和之旅 一大早和前臺北市議員羅志強行走桃園 但要成功整合 張善政隔空喊話立委呂玉玲 如果說那個有機會 呂玉玲看到這段號 我要跟呂玉玲委員表達說 我對他在桃園這邊多年耕耘的敬意 還有希望都能夠徵詢他的意見 所以我會持續的跟他聯絡 招善政和邱逸勝在提名爭議後首度碰面 但距離藍軍團結整合 拼圖還缺一腳 近新聞 葉林立民家採訪報導 破冰之旅也包括要跟先前引爆桃園之亂的羅志強整合 兩個人呢 今天甚至還合體參加了祈福走桃園的活動 張善政也透露他已經開始在桃園找房子了 只要有適合的價格跟坪數就好 那另一方面如果對上的是民進黨的可能人選零之間 最新的民調也出爐了 兩個人打平 你好 熱情向路過民眾打招呼 張善政和羅志強一起雨中行走 整合之旅再跨出一大步 要合作了 我都支持國民黨了 謝謝了 謝謝了 好 謝謝了 要團結 要團結 不然又被迷地腦拿走 支持者高喊團結 讓張善政信心滿滿 要打破空降一律的他 決定要成為在地人 收拾善後加強陸戰 張善政會這麼急 也是因為民進黨對手來勢洶洶 根據ETtoday最新民調 在藍綠白撒喀都的情況下 張善政支持度 百分之三十三點五 林志堅 百分之三十一點二 張善政雖然領先百分之二點三 但因為在誤差範圍內 屬於平手狀態 仔細比對支持者年齡 會發現張善政在五十歲以上 大幅領先 林志堅 則在二十到四十九歲 支持度碾壓張善政 民進黨改派林志堅突襲 若確定批掛上陣後 未來兩位空降人選 要怎麼在當地落地生根 成為關注焦點 近新聞 黃宣彭一周 採訪報導 而近新聞調查報告 日前的獨家報導 是說新竹市長林志堅 點頭轉戰桃園的條件之一 是新竹市要找到好的接班人選 那這個人選呢 他屬於副市長沈慧紅 不過林志堅今天被問到回應 他說沒有什麼個人屬意 不屬意的問題 但是還不忘讚美 沈慧紅不論在哪一個位置 都能夠做得很出色 似乎心中是有定見的 而沈慧紅也是透過臉書發文 表示工作來了 我們就做 有問題 我們就解決 也像是在呼應林志堅的論調 還是要努力 還是要努力 哦 市場 視察社區醫療站 新竹市長林志堅 關心防疫 免兵選戰恐怕得更費心思 因為林志堅點頭轉戰桃園市 條件就是找到好的接班人 屬意副市長沈慧紅參選 被視為黑馬 沒有所謂屬不屬意的問題 找到一個好的人選 能夠來延續這個幸福政績 格外的重要 對於沈慧紅接棒五星市長的工作 林志堅語氣中透露自信 而他也有可能在宣布選桃園後 請辭市長一職 讓沈慧紅先接代理市長 當選後就能延續市政 那沈慧紅意願呢 他在臉書發文說 這兩天關心如雪片般飛來 讓他覺得很富有 但先前沒有任何遇照 沒有任何約詢 格林之間的日常就是市政交集 但最後劉甫比 工作來了 我們就做 有問題 我們就解決 意思是市長工作 來了就做嗎 大戰沈慧紅交通專業背景 他曾經是臺鐵首位女站長 過去也在臺北市交通局擔任 專門委員科長等 是U-bike政績重要推手 跟沈慧紅熟識的北市綠營明代 開口就是大戰 沈慧紅是烏冠出身 曾經在國民黨主政的北市府服務 沒有政黨色彩 吸引中間選票是他最大利器 但有意參選的行政院顧問 鄭鴻輝是否反撲 仍需綠軍密切注意 近期新聞 游易博 許惠城 參考報導 看完桃園 新竹 我們要來看臺北市了 藍綠 白 三強也在加溫 蔣萬安要獲得了國民黨參選 那至於民進黨的部分 到底誰來備戰呢 大選會戰 帶您瞭解 臺北市長選戰 藍綠 白 三強 角力加溫 國民黨昨天正式提名 立委蔣萬安參選臺北市長 那今天一早 他馬上跑行程 拉臺參選人 這個議員參選人的選情 同時也不忘記高分輩的炮轟 政府太傲慢無能了 不過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也不落人厚 中午馬上也增加了視察的行程 彷彿要展現他的勤奮問政 至於民進黨 指揮官陳時中 現在還卡在防疫 道事前交通部長林佳龍 很積極的備戰 還準備端出市政白皮書 小雞們終於找到母雞合體 立刻上前認清 被提名後的首場公開行程 蔣萬安就往醫院跑 我相信民眾都看盡政府的傲慢 沒有做好任何準備 就放任民眾一併共同 超前部署以成謊 之後補救更是荒腔走法 一席話直接劍指民進黨 潛在對手疫情指揮官陳時中 蔣萬安把戰場鎖定在本土疫情 根據蘋果最新民調 陳時中引蔣萬安超過十個百分點 而另一個民調卻顯示 蔣萬安以超過五成支持度 大幅領先黃珊珊和陳時中 講完前腳剛走黃珊珊黃雀在後 中午臨時增加行程 直接回房聯誼仁愛院區 上午八點多黃珊珊也才剛現身小學 關心兒童施打BNT 山間防疫指揮官 市政行程就是她的舞台 而民進黨北市任門人選陳時中 現階段只談疫情 不談選情 倒是林佳龍堅持走自己的路 已經開始著手規劃台北市政白皮書 台北市長這一仗林佳龍決定要奮戰到底 進行黃宣彭乙舟採訪報導 不過在北臺灣這麼重要的新北市 到目前還不知道到底誰來選 尤其是侯友宜 她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表態 然後昨天在國民黨中常會陸續宣布了 基隆台北跟南投的縣市長提名人的時候 朱立倫居然直接預告說侯友宜要拼連任了 所以民進黨議員就酸說 這是朱立倫擔心侯友宜 如果不選連任的話 會職工總統大位影響到她 因為侯友宜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鬆口 那外界就解讀了 侯友宜現在是陷入兩難了 因為到底需要連任市長 還是職工2024總統大位呢 一旦決定職工2024的話 等於她連任市長一年多之後 就得轉戰選總統 這麼一來她就還得找理由 如何不成為韓國瑜2.0 休息一下 稍後要帶您來關心我們的環境了 全台現存不到200隻的歐牙水踏 目前只有生存在金門 是極冰微的物種 但是不但面臨了棲地破壞 現在還出現了塑化危機 稍後帶您一起關心 您知道昨天是什麼日子嗎 昨天是世界水踏日 它是要呼籲全世界 共同來保護 冰微的可愛水踏 而台灣也展開了 搶救水踏的生存戰 因為全台現存不到 200隻的歐牙水踏 是極冰微的物種 但是他們又面臨了一個新的危機 紀新聞團隊獨家記錄了 綠色和平環保團體 從去年展開了台灣第一次保育動物的微塑膠調查 發現了台灣水踏的棲地 塑膠減出率居然高達八成 這會不會衝擊他們的健康呢 一起來看 靈活的在水池邊覓食 抓到小魚 立刻躲到一旁的樹叢 慢慢品嘗 不一回而又鑽回水裡 深核色的歐牙水踏 無油無慮的在水裡轉圈圈 冒出一串小泡泡 細長尾巴加上毛茸茸的模樣 讓小孩都被吸引到水池邊 好可愛喔 來自金門的大金小金兩兄弟 是瀕臨絕種的保育類歐牙水踏 2014年還沒睜開眼就被送到台北動物園 有保育員人工捕育 細心呵護著他們長大 但未來水踏自在悠遊的樣子 可能成為絕向 在金門的水踏原生7地 塑膠減出率高達近八成 平均每喝一公升水 就可能設施八十二顆塑膠微粒 每天喝著高含量微塑膠的水 水踏還能撐多久 沿著池塘周邊撿垃圾 這是金門小學生放學後的重要活動 為的是保護金門的最萌原住民 走過去那裡看得到水踏的腳印 早上的時候你就看不到它 水踏是水域生態的指標動物 金門曾是戰地 過去土地開發和人為活動受限 給了野生動物一片安逝的棲地 這裡也變成東亞地區韓國以外 唯一的歐亞水踏棲地 金門的水踏粗估數量約兩百隻 在小島上密度之高 是世界上十分罕見 被列為極度冰微的保育類動物 捕了多少的垃圾 這麼多 寶特比 寶特比 你看那個 他為什麼要撿垃圾 因為台灣要保護水踏的777 每次出動我們就會 連續走五個點 然後呢那五個點 我們就會邊觀察水踏的排泄物 邊撿垃圾 然後每次撿到的垃圾 最少都會有三四桶 就想說水踏跟這些垃圾生活起來 非常的可憐 兩隻水踏在沙地上以下翻滾嬉戏 以下抹擦身體 可愛的模樣特別陶細 莊錫敬老師長期觀測水踏生態 他意識到現在因為棲地破壞 陸沙和流浪動物攻擊 水踏生存已經來到終局之戰 解除沙地震入之後 這個大量的開發大型的建設 那造成水踏的棲地越來越萎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污染的問題 污染造成那個水域環境變得惡劣了 以前的水是很清澈的 那現在水變成污濁 然後有一些塑膠的一些廢棄屋 一些遺忘忘記 如果棲地越來越破碎 越來越 環境越來越惡化 那水踏在金門 它的消失只是遲早的問題 水踏的淋浴性極強 依賴水陸移動 一旦水域遭到污染 水踏就首當其衝 除了人為威脅 還有個潛在的危機 來自我們肉眼看不到的塑膠微粒 能撿起來的垃圾都好解決 最棘手的是塑膠分解成 長度小於5毫米的塑膠物質 被魚霧石 與池霞的微塑膠 再經由食物鏈傳遞到水踏體內 長期下來可能走向 海洋生物的悲劇 池下的塑膠造成 氣管阻塞窒息 或占用消化到餓死 塑膠污染成了 冰微物種的隱形殺手 水踏和人類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 官澳社區居民自主成立水踏巡守隊 由下而上一起捍衛水踏的居住正義 新的足跡 然後這是一隻腳 這也是前腳 從這邊下去水踏 這就很新的排儀 你看一下 有的才這幾天而已 上個禮拜來還沒看 這個禮拜看到這麼多 你看 順便定標 它會吸引更多的水踏 想瞭解咒服夜出數量稀少的水踏 可以透過排儀的收集和分析 來了解他們的習性 這也是不會造成動物傷亡的 非侵入性研究方式 居民們追蹤足跡 觀察排儀 仔細記錄水踏的活動範圍 原本因為物種保育離自己很遙遠 直到他就生活在人們的日常裡 社區裡的阿姨叔叔 也變成了水踏專家 看一下SD卡有沒有錄到 晚上有動物 然後熱感一樣 然後他就會開啟相機 這就是拍到的水踏 關到社區的池塘邊 水面露出兩隻眼睛 夜行星的水踏 水踏靈活的左右游動 不時探出頭 另一邊提醒更大的水踏上了岸 在草地上東張西望 在夏莊社區還有水踏媽媽帶著寶寶上岸 媽媽在石頭上留下排儀 寶寶也跟著有樣雪樣 一聽到車身立刻躲了起來 直到四下無人才又迅速躲回巢穴 在還來得及阻止水踏滅絕之前 綠色和平也協同長期深耕水踏保育的元首 保育老師展開臺灣第一次的保育類動物 維塑膠調查 這個位置是水踏固定會經過留下排儀的地方 以水踏來說的話 特別有這樣子的行為 它會在溪的旁邊 湖泊的旁邊 或是像這樣子一個中斷的一個地方 就突出屋上面 然後留下它的記號 記錄一下它的坐標位置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排儀是在哪邊撿到的 然後去看說之後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可能是有 平凡微塑膠出現的情況 因為要確保採檢樣本不受塑膠污染 研究團隊戴上橡膠手套 並用樹枝或金屬夾子取代用手採樣 最後再用鋁箔紙取代塑膠袋 包好之後裝進夾鏈袋 大概就是像我的小拇指這麼大 那其實比較偏向於沉岩的水踏 剛好我在這邊旁邊看到一個 你看這個排儀這麼小 就這麼小 所以這個是比較小體型的水踏流下來的 水踏經過它可能會喝的水 或是它會利用這些水去流通 去移動 這個水我們去採檢 然後再加上去看說水踏 它排出來的排儀 吸附環境當中的荷爾蒙 環境當中的毒素 或者是環境荷爾蒙這樣子的東西 那如果今天它比如說被魚類吃掉了 那水踏的它的主食又是魚類嘛 那它再把這個魚吃下去 它是不是這些尾塑膠 很有可能就是累積在它的體內 那水踏會被水出 這些都是水踏的主食 希望在溪邊能夠留一個像這樣子 水踏可以經過休息的樣子一個洞 那我們在裡面有放一台自動相機 哇 排滿985 紅外線感應自動相機拍下了水踏在人造的 實地休息區裡打滾玩耍 在沙地裡到處磨蹭 水踏留下了無憂的身影 在採樣調查結束後 我們跟著研究人員來到中興大學 採檢樣本 實驗室裡正在進行的是 保育類動物排移中的 微塑膠含量分析 藍光底下會發光的螢光 就是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要的目標 那我們找到它之後我們就會拍照 然後丟上去給軟體分析 就判斷它是fragment 還是fiber之類的 像這一顆它就是比較大比較亮的 我們可以直接在肉眼就看得到它會發光 像水踏的就可能會有魚鱗 魚骨頭 這些都是比較難分解的部分 那我們就會嘗試讓它分解的時間長一點 或者是加其它能夠幫助它分解的藥品下去 加速它的分解這樣子 經過嚴謹分析 檢測結果出爐 水踏排移的塑膠檢出率高達79% 七滴水域的塑膠檢出率也達到77% 這高於其他陸域保育動物 像是水陸檢測出的塑膠數據 顯示了塑膠已經對水踏生存造成迫害 可以推測是人類和水踏的居住地 高度重疊的關係 以水踏七地分布來看 遭塑害入侵最嚴重的虎尾溪流域 每一公升水就含有82顆塑膠 其次的太湖流域塑膠污染的濃度 平均每公升三十六顆 這數據無疑是敲響了塑化污染的警鐘 進一步來看 這些塑膠污染的來源 將近一半是塑膠碎片 其次是塑膠顆粒 材質種類則包含了聚乙烯 聚餅烯等 常見於食物包裝袋 寶特瓶 食物托盤等一次性塑膠 歐亞水踏的消失 就是對人類的簡訊 在水踏保育行動中塑化危機席捲離來 只有減速及時止損 再加上與水踏共享其地的人們 攜手替水踏造一艘方舟 才能還給人和生態 一個互利共生的永續未來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是麗芳姐 我們再會